白色休旅車轉彎自撞分割道 肇事駕駛特退路 结果当场失控 直接就在路口旋转绕圈 车流绿灯起步 其中骑粉红色机车的骑士 马上横迁到路边躲避 其他四台机车则是响闪 也闪不过全被撞到 白色休旅车还绕不停 被波及的骑士乘客 当场汽车跑到路边避难 事情就发生 在台中东区近德路跟复兴东路的路口 20号中午12点左右 一名56岁灵性男驾驶 开着多元化继承车自撞 途中逗退路过程中失控 撞倒了四台机车 造成三名骑士受伤 肇事驾驶还撞回了路边的石头椅 石块当场碎裂掉落 目击民众全看傻 马上帮忙报警处理 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肇事继承车上 也没有存客 警方表示 造势驾驶自称是倒车失控 至于详细的原因还要厘清 不过这一撞就撞倒了 四台机车 造势驾驶恐怕将面临 多人求昌 TVBS新闻 苏彩 陈其军 廖凡一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龚本软 报道 公避 是 感谢观看